四節和五節一起讀 有一件事我尋求耶穌 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穌的殿中 占養他的榮美 在他的殿裡求聞 因為我遭遇患難 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亭子裡 把我藏在他帳目的人物處 將我高舉在盤石上 就是這兩節 好了 好了 哪個自願 將這一節簡單地去解釋 第四節 就是用語體化的方式 將它表達出來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穌 我現在仍要尋求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尋求和仍要尋求 就是曾經求聞國 曾經求聞國 現在仍然要尋求 因為什麼 因為得到又未得到 未得到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穌華的殿中 占養他的榮美 在他的殿裡求聞 你用語體化的意思 就是一生一世 一世人都是住在神的殿裡面 做什麼呢 向他尋求 去看神的榮耀 看到神的臉 而且去求聞神 得到神的帶領 OK 好 裡面有些什麼重點字 榮耀尋求 是的 榮美 後面那裡榮美 即是可以看到他的榮美 榮美 讓我們想到什麼 榮美 神是怎麼樣的 榮耀尋求美 是的 他是很榮耀美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很多的裝飾都是用什麼來裝飾的呢 很多的衣服啊 女人的衣服很多是用什麼裝飾的 用豬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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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很常有的一些的 看看Winnie 後面那個 Winnie 他的裙子是什麼 花 很常見的 還有一些長子 很多都用花 這些都是神的榮美之一 但是神最大的榮耀是什麼呢 其實儘先我列出了一堆衣服的 記太適合了 記得嗎 藉不是 оч警察 很多的 有些什麼 大家要想到什麼 看到神的榮美 力量 是的 我有力量 還有些什麼 梁光 有涼光 即是可以 不在黑暗裡面 還有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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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榮美 神的榮美 Am I 神的愛是很好,我經歷聖靈這麼多,我深刻印象是愛,多於一切其他,那種對我的感動 經歷神的愛真的好得無其,很漂亮,這就是神的榮美,神是美麗,又榮耀 所以越親近他就越好,雖然我們今世看不到他,但原來發覺很多人可以經歷他 以前我不知道,其實我有經歷,初信一期就經歷平安,有喜樂 但當我經歷聖靈,我就隨時感覺到,這對我很大的提升 而我後來發覺有些人經歷更加強,有些會上天堂 譬如有一個王傳道,我放在網上,他經常都上天堂 他跟神的相通是很強的 我心很羨慕,我很想能夠更加進入 如果我可以,因為我的神比較託負,就是寫東西和教導 所以我不能夠整天,如果可以,我都會整天去尋求神,整天親近神 如果我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捨,我每天都在愛慕神 我可以進入神更加強的榮耀 但現在來說,我都是隨時可以經歷到的,這是很感謝神的 這都是他的屬性,他的榮美 還有什麼重點字呢?我們可以找一些重要的,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不能夠看完,有些重要的,有些什麼重要的呢? 就是大衛的心是什麼呢? 很追求 很追求,很尋求 這個追求,看到神什麼屬性呢? 他追求而已,不是神追求 但是看到神什麼屬性呢? 很值得我們學武 是的,神是值得我們學武,這是第一 還有呢,為什麼大衛會這麼渴求呢? 你看著先那裡,11,100萬億 1千億,不是,對不起 1萬1千億,1萬1千億,奉獻這麼多 為什麼他會這麼委身呢? 因為神更重要的 但是也有原因的 神做了些什麼,為什麼他會這麼委身呢? 因為神救了他 救過他 還有一支話呢? 解決了他 解決了他,還有原因的 在這一節有的 保守 在這一節有的 因為他曾經什麼呢? 尖養了神的榮美 他看到神的榮耀 他經歷到神的榮耀 詩篇二二篇 就是他經歷神的榮耀其中一篇 我們現在不是看 詩篇二二篇 說什麼呢? 釘十字架 他是未曾釘十字架之前一千年 他經歷到釘十字架 為什麼呢? 他說抄門 扎了我的手 剃穿我的手 我的腳 我的外衣為我分 我的女衣為我占溝 他直接在他的祈禱 經歷到耶穌十字架 他寫詩篇二十二篇 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們看到 他經歷神很多 他打仗 他都會問神 是不是他打 還是不打 神的恩典 流到身上 所以推動他 神推動他 而推動他 結果是什麼呢? 進入神的命定 我們發覺 經常都說大衛的子孫 是指誰? 大衛的子孫 耶穌 為什麼叫大衛的子孫 為什麼不叫阿伯康的子孫 阿國的子孫 阿當的子孫 為什麼不叫那些? 大衛的子孫 因為神答應大衛 我將來在你的後裔中 兄弟一位是要掌管萬國的 這個人是要掌管萬國的 他坐在他的寶座上 永遠為王的 這就是神所說的 神真是體重大衛 因為大衛愛主的心 我們看到他 真是這麼多個 阿伯康一邊下來 個個都不要說 好 的而且我們看到大衛那種愛神的心 是超越很多個人 所以我們就說 但是他那種超越是哪裡來的? 是神那種的美善改變了他 即是浸得久 在神裡面浸得久就變了 大家想不想在神裡面浸 被神去浸 這個就是被神浸了之後的後果 好 那我們就跳去第五節 我們就看重點字 有些什麼重點字? 遭遇患難 大聲一點 遭遇患難 遭遇患難 是患難的困難裡面 OK 還有些什麼? 保守 保守 還有怎樣保守法? 暗地 重點是什麼? 暗地保守有什麼特別呢? 暗中 是的 暗中 但是有什麼特別呢? 為什麼暗地保守會特別呢? 即是我們察覺不到是他的 是想回才知道是他的 譬如當我試過 其實我想回我小時候試過一次 差不多被剪刀插到眼 插到這裡 我回想回我都覺得 真是煙了 插了一點點 我已經盲 一輩子盲 是很不同的生命 是神的保守 我擦了老鼠 老鼠呢 擦了他的尾巴 他咬了我一下 但是我一點都不懂得去找醫生 又沒有告訴家人 又什麼事都沒有 譬如如果發高燒 是有什麼嚴重的發炎 即是後果都不知道是怎樣的 即是我很多次這樣的情況 有一次我拉了一個閘 一拉 接著他夾著我的手指 痛了幾個月 如果稍微大一點 我已經沒有這幾個手指 即是你以後 本來跟我握手 全部都是短手指的 是不是很不同? 就是神暗暗保守 是啊 痛了幾個月 快了幾個月 是啊 真的差點那麼多 差點那麼多 就已經斷開 是不是很特別? 我經常都想回 我一次差不多撞車 直接差不多 車已經很近了 好像這裏來到那個牌 那裏的中間距離 上了一聲的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可以有位子走 我還以為我馬上去天堂 我就說神啊 我不知道這麼快要來這裏 但是神的暗暗保守 大家有沒有經歷過神的暗暗保守 有 是不是會很感激 這個神的屬性是什麼? 神背後的屬性是什麼? 他會暗暗保守有什麼屬性呢? 所以他會能夠救到我們 他有什麼本性呢? 大家可以動一下腦 試一下大家 Winnie是否想到一些事情呢? 說一下 說一下 能力 就是他有這個能力 譬如我 就算我看到你在那裏 快撞到牆上 我也救不到你 我記得到 我們站著 有時站在旁 他跌 你一定是扶得切的 沒有這個能力 第二 他預知 他預知 他知道你快跌了 但是神就會保守我們 神是有關心 神不會看少任何一個 就算不聽話 他都保守 他接納 其實每一個經文 大家都會想到神的本性 這就是我所說的神的屬性 我們溫一溫一下 讓大家記得 大衛會一生一世尋求神 因為什麼呢? 因為神的什麼屬性呢? 祂的榮美 祂的美麗 還有祂會在大衛身上做了什麼工作呢? 改變了祂 祂會改變祂 以至祂有這種生命力 然後當大衛喝求的時候 得到的後果是什麼呢? 很多福氣 更多恩典 或者是神的本性 我再簡單重複一次 神本身很榮耀 然後呢 祂就會感動人去追求神的榮耀 也都會開人的眼睛 和他的經歷 可以經歷到神的榮耀 祂會吸引人跟從祂 給祂力量 雖然祂有犯罪 但是又給祂力量 一路跟從神 越來越提升 然後提升之後 跟從神又會得到更大的賞持 是不是祂從頭到尾都預備了? 這就是神的屬性的美好 於是我們怎樣回應呢? 哇! 原來呢 神已經有計劃 要祝福我去親近祂了 哇! 當我祈禱經歷到祂 就是神在愛我 神在幫我 於是我就可以以後都可以親近祂 我就多些親近祂就得力了 越親近就越提升了 就是每一個經文 我們可以找到神的屬性 以後看到我們的回應 好了 神的暗暗保守我們有什麼屬性呢? 神一早知道我們會有困難 神有個計劃 神有能力 神關心我們 神會不嫌棄那些軟弱的一樣會保守 好了 這麼多東西神保守 然後呢 我們的回應是什麼呢? 我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多怕 多困難都不用怕 多麻煩都不用怕 神一定會開路的 我就聽神的話 怎樣人攻擊我都不用怕 原來每一節經文 大家是不是這樣看的時候呢? 找神的屬性和我們的回應 是很豐富的 是嗎? 其實我講到都講不太多 如果我這樣講完 講了兩節就講完了 但是呢 現在呢 就查詳細一點點 但是呢 都發覺一陣子就已經 時間已經過了 所以求主保守我們 能夠呢 回家多些去用這個方法 去發掘神的屬性 有聖經根據的聖經說什麼呢? 叫我們宣揚那 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者的美德 宣揚這一位 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者是誰呢? 神 他的美德 他的美好 就是宣揚他多麼美好 讓人看到神的榮耀 當你聽到這樣的解釋 會不會對於神更加明白 原來神這麼好 那你就會喜歡神 和從神得力 我們一個簡短的討告結束 多謝天父神 你是佩得我們的尊敬 我們的尋求 我們學想 我們學想住在神的殿宗 住在神的同在 我們學想和你有密切關係 求主你施恩怜悟 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 又知道神經常保守我們 我們就不用擔心 我們不用憂慮 神將我們藏在你的隱密處 你會保守我們的 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可以被高舉在盆石上 多謝主 多謝主 求主提升我們的生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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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不關 我們更多解僱 那裡 我們就不要緊 你自己不給我 我們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